一日久为现身的蓝正龙出席活动 吸引不少人的围观和热议 原来这一次蓝正龙已经转为幕后了 成为导演和编剧 这一次和柴志平现身就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新剧 初次转型 蓝正龙还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这一次蓝正龙现身可是变化超大的 因为蓝正龙剪掉了长发 扭起了干净易落的短发 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蓝正龙的颜值 网友们都点赞这样的蓝正龙非常的内 似乎更加的帅气友情 符合硬汉的形象 应该对很多女粉丝更加的具有吸引力 蓝正龙在活动上表示自己非常的开心和幸福 自己现在组成字口之家 一儿一女恰好组成好字 还在活动上大赞自己的老婆周又婷 花强自己的妻子善解人意 并且对自己很支持 不少网友们都表示蓝正龙在自己的活动上 故意秀恩爱秀幸福 再加上现在前女友大S的婚姻一层糟 正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人物 也有不少粉丝们表示蓝正龙似乎有点故意为之的意味 不知道大S看到之后会是什么心情 既然正是大S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刻 记者又怎么会放过蓝正龙这个前男友呢 所以就问蓝正龙如何评价前女友的事件 蓝正龙立马变脸 哪一个 然后戴上口罩就离开了 其实蓝正龙和周又婷结婚之前就正是交往的大S 所以蓝正龙肯定是知道记者在询问大S的 可是蓝正龙却假装不济的 甚至黑脸不愿提及过去 网友们都表示蓝正龙的态度很明显了 一方面是不希望提起大S 一方面是假装不济的 没有把大S放在眼里 因为蓝正龙一点场面话都没有讲 使用模糊照片修复软件 你我当年 修复了他在网络上的模糊照片 你觉得怎么样呢